我盯着桌上包装精美的礼品盒 发了半个钟头的袋 那是妻子许优在昨天送我的七夕礼物 里面是一条价值不菲的手表 黑金的圆形表盘外 镶着一圈璀璨的钻石 仿佛这样的物件才能证明 我们之间七年的感情和婚姻 仍然渐入磐石 在镜子前 她亲手给我戴上 把头埋进我的胸膛 喜欢骂我露出她预想中的那种 幸福的微笑 真美啊 不过你不是一向不喜欢这些东西吗 许优是个彻彻底底的实用主义者 她不爱送我什么东西 能给她带来安全感的好像只有钱 在一起后 我的第一个生日 她直接给我转账 不要掉入消费主义的陷阱 只有钱才是硬道理 结婚时 我们选的婚戒也是简单大方的薄金 她脸上的肌肉僵了一瞬 然后用额头在我胸前 蹭了蹭一副温柔潜泉的样子 但这条手表很衬拟 金属搭在我的手腕上有一些冰凉 这良意透过肌肤浸入了心底 直觉告诉我许优出轨了 这条手表是另一个男人给我挑选的 我拿着手表去了许优公司附近的商场 找到这个品牌的门店 许优是个讲究效率的人 大概率不会专程去很远的地方买东西 您好 这个手表我想退一下货可以吗 我拿出包装盒放到柜台上 售货员露出职业微笑 七天之内可以无理由退换货 请您出示一下购物凭证 我假装在包里掏了掏 不好意思购物凭证我找不到了 请问报手机号 您这边可以查询购买记录吗 当然可以请您告诉我 账户绑定的手机号 我熟练的背出许优的电话号码 其实我经常记不住手机号 刚谈恋爱时 许优让我把它设置成紧急联系人 隔三差五检查 我有没有记住他的号码 遇到紧急情况 你才能第一时间联系到我 七年过去他没有换过号码 只是我没想到 会在这种情况下背他的手机号 先生我这边查询到账户名 是许女士 购买日期是8月23日 当时一同购买了两款商品 您看对吗 售货员的声音换回了我的思绪 我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 电脑屏幕上的订单页面 记住了另一款手表的样式和价格 价格是我那条的两倍许优 还真是出手阔绰 我取出他送给我的那条手表 拿在手上磨缩了片刻 充售货员抱歉的笑笑 不好意思我决定不退了 我到公司找许优 她的助理是个年轻干练的男人 不好意思先生许总 她上午出去拜访客户了 您没有提前和她联系吗 哦 我以为她在的我和善的微笑 我没什么事 只是刚好路过这附近 就想来看看她 助理有些不知所措 站在一旁等我发话 我体贴到没事你去忙吧 我先回去了 她要送我下楼 我摆摆手不用了 不耽误你的工作时间 助理忐忑地回到工位 我迎着各种探究的目光 在公司里转了转 对所有员工点头微笑致意 目光扫过他们的手上 我猜那条手表的主人 一定会忍不住戴上它 享受他人羡慕的眼神 我眯几眼睛正打算先回家 却透过对面的一家 高档餐厅的玻璃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许优的确是个注重效率的人 带男人吃午餐的地点 也选在公司附近 他对面坐着个年轻的男人 两人谈笑着轻松惬意 不知聊到什么 男人笑得停不下来 他抬起手替许优拢了拢头发 露出左手腕上那条银灰色的腕表 表圈上的钻石折射出药木的光芒 这家店我和许优曾经也常来吃 几年前他的公司规模扩张 想搬进更高档的写字楼里 我一大早陪他跑了 好几处带坐的办公区 午饭时许优说 要好好犒劳我一顿 就选了楼下这家高档餐厅 我对这里的菜品敬畏天人 许优便租下了餐厅对面的写字楼 他当时笑着说 以后你惦记这家餐厅的时候 就能顺道来看看我 于是我总在下班后来找他蹭饭 后来他忙得没空陪我吃饭 我就不常来了 原来只是没空陪我而已 我静静看了片刻 拿起手机拍了张照 一起吃饭送条手表 还不足以说明太多 所以我跟着他们 来到了公司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也不知许优是太过疏忽 还是确信我对他的信任 他甚至不愿意花一点功夫遮掩一下 他们上电梯后 过了一阵我来到酒店前台 用许优的会员卡提出开房 目前有一套行政房正在使用 您是要再开一间吗 还是要续房 前台小姐彬彬有礼 哦不好意思 我有点忘了那套房开了多久呀 从7月1日到9月1日 目前是两个月的时间 前台小姐瞟了一眼订单页 您需要续房吗 7月到9月是暑假的时间 那个男人可能是个大学生 我摇了摇头 麻烦帮我拿一条毯子送到房间 前台小姐很快硬了下来 好的毛毯很快就给您送到4103房间 我点点头到了声 卸克制着心里的冷意 电梯上升带来些许失重感 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 伴随着阵阵晕眩 几乎难以呼吸41楼眨眼就到了 叮咚一声电梯门打开 我深深吸了口气 却有些不敢走出去了 可人总是要面对现实 我默默地走到4103门口 伸出手指指尖止不住地发颤 仿佛不是去按门铃 更是去戳破自己婚姻幸福的幻梦 闭了闭眼 我还是用力按了下去谁啊 两声响铃后 屋内传来许优的声音 把我心里尚存的几分侥幸 搅得稀碎 我发泄似的又很按了一下门铃 有人走过来打开房门 正是我这七年来最熟悉的人 徐优看见我后愣住了眼睛睁得极大 宝贝谁呀 屋里传出一个年轻低雅的男生 他的脸一瞬间仗红了眼神 也慌乱起来 我突然不想说话 也懒得进去看一眼 冲徐优笑了笑 转身就走 天成你听我说 徐优他这拖鞋 在电梯口追上了我 拽住了我的胳膊 电梯门打开 我跨了进去 他也跟了进来 天成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确定你要穿成这样出去 我嘲讽地看着他身上的浴袍 他低头看了看犹豫几秒 松开了我的手 天成你等我回家 和你说好不好 我没答话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电梯门缓缓合上 将那张我魂签梦赢了七年的脸 隔绝在外 我抬手摸了把脸满手冰凉 幸好没别人 我自嘲地笑了笑 回家后我接了一盆凉水 把头没在水中 吐进最后一口气 血液涌入大脑肺部 开始抽搐 生理上的难受 略微平息了一些心理的脚痛 我抬起头大口大口喘气 镜子里的自己眼带明显 眼睛又红又肿 头发湿零零地搭在额前 很久没有这么狼狈过了 简单收了一下 平复好心情 我坐在沙发上等许优回来 他比我晚到家大概15分钟 或许还花费了一些时间 去安防那个男人吧 许优打开家门 看到我正好端端坐在沙发上 松了口气 他换掉鞋子 在门边徘徊了半分钟 才慢吞吞地走过来 天成想好怎么说了吗 我打断他给自己倒了杯水 一口灌了下去 想好了就直接说 天成对不起 那个男的就是在商K里坐台的 我请客户们吃饭唱K 然后喝了些酒一时糊涂 天成就这一次 我保证我连他名字都不知道 更别提有什么感情了 我握紧了手里的杯子 冲他笑了笑 徐优我不是傻子 你想说你只是嫖了一次是吗 你糊弄谁 我说的都是真的天成 我没有糊弄 徐优还想解释 你送我那条手表是他挑的 你也给他买了一条 你今天中午带着他吃午饭 酒店的房从七月开始开的 徐优你确定你连他名字都不知道 徐优脸色难看起来 他名警纯臣下脸 王天成你跟踪我 派人调查我 我听乐了这还需要调查 我看你压根也没想着隐瞒 他走回房间 碰得一声摔上房门 这一套我再熟悉不过了 每次吵架 只要我直接地指出徐优的问题 他就会恼羞成怒 他向来是个自负的人 总是要我好好哄着 以前我愿意哄他 是因为我以为我们是情侣 是夫妻是彼此唯一的依靠 我总是寻求沟通 照顾他的情绪 不想夫妻之间的感情 受到一分一毫的影响 可现在徐优有了别的依靠 筑起了另一个爱巢 还指望我去哄他吗 真够可笑的 我慢吞吞将客厅橱柜里摆着的 我们这七年的各种合照 一张张从相框中取了出来 十多个相框 摆在客厅每个角落 空荡荡地冲着我 像一种无声的嘲笑 我在沙发上待坐到半夜 徐优轻手轻脚地走过来 蹲在我面前眼巴巴地看着我 他家里出了些问题 爸爸从小就不要他妈妈还病了 只能用这种 方式挣钱 你也信我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徐优又被我的眼神刺痛了 他痛苦地抓了抓脑袋 低声吼道 我只是意识心软 我是对不起你 但我发誓 我真的就是图个新鲜 没有一点感情 我只爱你 我保证以后都不和他再有任何联系 哦 好的我点点头 徐优没想到我这样就答应了 他愣了一下 真的吗 天成你愿意原谅我吗 他抱着我的腿 稀记地看着我 我也仔仔细细地看着他 七年过去 有钱保养他的身材样貌并未走形 只是脸圆了一些 两颗宽了一些 基本还保持着原来的模样 只是那双眼睛里 再也没有当时的坦诚率直了 我没有回答他温柔地笑了笑 他脸上懊恼悔恨 惶恐交织的 表情中露出一丝一闪而过的侥幸 我知道 这次让你伤心了 我会努力证明的天成 他坐到我身边伸手抱住我 我没有抗拒 也没有迎合 只保持原来的姿势 任凭他抱着 仍然温柔而僵硬的微笑 第二天一早许优照常 去公司处理工作 出发前我假装仍在熟睡 他亲了亲我的额头 柔声在我耳边说 今天我会早早回来陪你 我当作没有听到 他走后半个小时 我开始起床收拾东西 发现许优出轨后 我一直强迫自己 要冷静处理 昨夜一整晚 我睁眼到天亮 想了很多 面对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 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出轨就是出轨 无论他说的多么好听 都意味着 逐渐把公司的 事情都交给了 精明能干的许优 但是说到底财产 还是我家的 让他近身出户不是难事 可签上自己名字的那刻 泪水求失了自己 我做不到 立刻放下我们七年的感情 放下我习以为常的生活 而且离婚不仅是情感的破裂 更是财产的分割 社会关系的断绝 我想到父母的眼光 朋友们的闲言碎语 头痛欲裂 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让任何人都找不到我 我迅速买了最近的一趟 非马尔代夫的航班 订好酒店登上飞机时 正是下午五点 许优应该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望 不知道他回去 发现我消失了 会作何感想 我想象他不知所措的样子 心头涌起一些报复的快感 给爸妈发了一条 找不到我不用担心的消息 按下关机键 落地后 我换上了当地的手机卡 断绝了与国内的所有联系 来到酒店 我让管家送了几瓶酒到房间 就着绵绵的掏声 和危险的海风 我翻看着我们所有的合照 一边哭一边喝酒 我和许优在一起七年了 我们磨平各自的棱角 一点点契合对方 从没有说过放弃 起初我家里不同意 我找一个没背景的女孩 可我为了她甘愿 放弃家里提供的一切 和许优一起创业 直到她的才能被我父母认可 才能顺利结婚生活 明明蒸蒸日上 上个月我还在和许优商量 尝试着要一个孩子 我们热气地讨论着 孩子未来会长得像谁 会继承谁的性格 太淘气怎么办 叛逆了怎么办 会不会被人欺负 她当时穿着明艳的红裙子 快乐地转了几圈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 肯定会健康又幸福 忽然她又撇着嘴 可怜兮兮地看我 可是会不会打扰 我们的二人事件 我想起当时 她已经给刘雄开好了酒店 说这些话之前 或许刚和另一个男人 在床上慌好 恶心感涌了上来 我蹲在马桶边吐了又吐 头于目眩中 我的脑子里 只剩下一个清晰的念头 许优背叛了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爱情 我靠在马桶旁 小腹也开始隐隐作痛 可能是大量摄入的酒精 对 我的身体造成了什么伤害 腹部的疼痛逐渐剧烈 我只好拨通了 酒店前台的号码 说完送我去医院后 我失去了意识 我茫然地望着眼前 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从他不太标准的英语里 勉强理解了我的情况 我得了胃癌 现在你的身体状况 不是很理想 你过度饮酒可能会造成 失神片刻 我听到医生问你家里人了 也许在红小三 我如是想 在医院躺了两天 暂时脱离危险后 我在经理的陪同下 回到了酒店 这个突如其来的病情 打乱了我的思绪 让我变得软弱起来 沿着海散步的时候 我一直不住地 想给许优打个电话 告诉他这个消息 我开始设想 他惊慌的神情 他对我的回馈和怜惜 我忍不住替他解释 他确实犯了一个小错误 但如果他对那个男人 真的没有什么感情呢 他真的愿意悔改呢 我当真要一点机会 都不给他吗 或许只要我再给他点时间 这只是我们漫长婚姻中 一个小小的插曲 毕竟谁都会犯错 重要的是他有反思 和改变的决心 于是我订了回国的机票 走出机场 我换回电话卡 无数个未接来电 和未读消息涌入手机 纷乱的提示中 最新的一条语音消息 来自徐优 他最熏熏地哭着 天成 你在哪 求求你告诉我 没有你 我真的要死了 对不起 我错了 天成 我不该出轨 对不起 我心中酸乱 愣断了播放的语音 迫不及待地打车回到家中 打开门 我看到那个年轻的男人 正在我家的厨房里 手忙脚乱 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屋 已在厨房门框边 看他忙碌 平心而论 他身材其长 仅一个背影就赏心悦目 青春洋溢 刘雄正往锅里加水 听到身后的动静 你醒了 我再给你煮醒酒汤 好了喝一点 就不会那么难受 然后又在厨房柜子里 四处翻找起来 你们家的蜂蜜放哪了 冰箱冷藏是第一层 晚上支支吾吾道 王哥怎么回来了 您别误会 昨晚上许总喝多了 我把他送回来的 谁是你哥 我挑了挑眉 目光落到了他戴着的手表上 我不该回来 还是你已经是 这个家的男主人了 对不起 这勺子我赔给你 他不敢看我 低下头小声说 一股小家子气 根本就上不了台面 要不是我心情已经平静下来 高低要给他一拳 让他知道 不是什么女人 都能随便招惹的 别随便用别人的东西 我以为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他的肩膀颤了一颤 你是现在走呢 还是等许优醒了再走 我给自己泡了杯咖啡 好整以暇地在沙发上坐下 刘雄望了一眼卧室 犹豫了一会儿 走过来坐到我对面 王先生 你消失这几天 许总每天都喝很多 再这样下去 关你什么事 我瞥他一眼 你是他的什么人 公司的员工 亲戚 还是情人 他一致 胀红了脸 我扫了一眼他身上衣服的logo 笑了笑 许优对你挺大方吧 男人没吭声 我靠在沙发上喝了口咖啡 我和他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一分钱也没有 那时候他是真的穷 又硬撑着不肯找家里要钱 有两个月 连吃饭的钱都没了 我转过头 冲他微微一笑 我给他的钱卧室里传来动静 许优醒了 刘雄急急站起身 眼眶发红 许总他人很好 这段时间帮了我很多 我很感激他 这两天他找不到你 真的担心得要死了 我看着很心疼 希望你可以好好对他 我就先走了 说着 他就往玄关处走 许优正好打开了房间的门 他脸色蜡黄 眼圈清黑 头发也乱糟糟的 没有管刘雄 他红着眼正正看我 老公 你回来了 我伸手示意他打住 你听到这小子的话了吧 他对你情深意重 我也想成人之美 不如我们离婚吧 许优急切地往前走了两步 提高音量 我不可能离婚的天成 你瞎说什么 我冲着玄关处 停住脚步的男人怂怂间 你看 我帮你说话了 他不肯 我也没办法 刘雄没有回头 抬手在脸上磨了两下 就要开门离开 我冷声道 慢着 你可以走 把受伤那条手表留下 他这才转过身 双眼擒着泪水 这是许总送我的 我看了一眼张嘴想说话的许优 他察觉到我眼神中的嫌恶 神色一暗 没有开口 就因为是他送你的 他花的钱是夫妻共同财产 是没经过我允许的支出 我有权所回 想必他给你花在其他地方的钱也不少 别的我也懒得计较 这手表就留下吧 否则的话 你会收到法院的传票 这件事也会在你学校闹得人静皆知 我喝了一口咖啡 说话时懒得看他一眼 刘雄那双桃花烂情的眼睛 求助得望向徐优 徐优终于忍不住了 他皱了皱眉头 天成 你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和二十岁的小男孩计较些什么 不过就是一条手表 我花自己的钱 买条手表送人还不行了 刘雄小脸苍白 细声细气道 徐总 这条手表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王哥要是想要钱 我会努力把钱还给他的 您别为了我和他吵架 我听着他们一唱一喝 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有点饿了 赶紧把事情说完离婚吧 万一哪天小命没了 这女人还得接着拿着我的遗产 养小白脸 我竟将爱意寄托在一个 不负责任且满嘴谎言的女人身上 我知道刘雄不过是看准了 徐优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我也可以用更聪明的方式 留住徐优 让他厌恶刘雄 但我凭什么要去体贴一个出轨的妻子 我翻出包里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 留给了徐优 我不和他计较 还是你来考虑一下吧 徐优翻了翻离婚协议 脸色越来越沉 他的视线在我签名的地方停顿了片刻 猛地将离婚协议摔到地上 正落在刘雄的脚边 王天成 你来真的 你发什么疯 刘雄被吓得一颤 他迅速捡起离婚协议 扫了一眼 惊声道 让徐优近身出户 你凭什么 你疯了吧 徐优 咱们结婚之前 你的确是这样许诺的 如果有一方出轨 离婚必须得近身出户 你没忘吧 你是怕我对不起你 没想过有这么一天 说起来你也不是很亏 毕竟这些东西 本来就是我家的 我技巧地看着刘雄 你如果把手表留下 我或许可以考虑 重新你一份协议 刘雄眼里阴沉一瞬 又软绵绵道 哎呦 这个男人一点也没为你着想 闭嘴 滚出去 徐优怒声打断他 他还想说什么 徐优眸光冷了下来 指了指门外 刘雄瞪了我一眼 扯下手表扔到地上 摔门而去 无辜的手表躺在地板上 炫目的光刺得我眼睛生痛 徐优在一边站了会儿 控制住情绪 他靠过来 小心翼翼问 天成 这几天你去哪了 我很担心 担心得要死了 我弯了弯嘴角 重复他们的话 可我看你不像是要死的样子 喝酒还有压作陪 忙前忙后的照顾 把人都带到家里来了 不是的 我喝多了 不知道他 徐优还想分辨两句 被我毫不客气的打断 我回家住一段时间 考虑一下离婚的事 王天成 闹够了没有 你一言不发就消失了 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一言不合就要离婚 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父母的感受 你都三十多了 连一个二十岁的小男生都比不上 能不能懂点事 徐优见服软并没有用 火气又窜了上来 他在客厅来回夺步 理直气壮 滔滔不绝 仿佛我才是那个犯错的人 公司最近也到了 筹划上市的关键时期 你非要在这个时候闹吗 你就算不要这个家了 连钱也不想要了吗 你也说了 这都是你家的心血 他甚至还想把锅甩到我头上 这一瞬间 我心底还剩得一些眷恋 和柔软烟消云散 我直直地盯着他的脸 徐优 是你出轨了他这志 原本好看的五官变得有些扭曲 是 王天成 我是出轨了 你怎么不找找自己的原因 从我们在一起到现在 你总是一意孤行 根本没听过我的话 我说让你在公司做点事 还能和我整天待在一起 这不好吗 你每天跟那些狐朋狗友出去玩 我回家了你都不见得回来 家里的事都丢给管家 那我要你做什么 作为丈夫 你一点情绪价值都提供不了 我才只能在别的地方找一点安慰 但我真的从没想过要和你离婚 王天成 现在非要离婚的是你 气我们这么多年感情于不顾的是你 是你太无情了 他一口气说完 拿起车钥匙打开家门 他出门前 他仿佛厌倦了一切 离婚的事 我会好好考虑徐游走后 我望着窗外有些症症 我做人情往来 维持圈子里的人脉关系 被他叫做和狐朋狗友吃喝玩乐 他以为公司里的那些订单是怎么来的 只坐在办公室里等着 订单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不成 苦心经营 公司蒸蒸日上 我当然也是出了力的 可许优 好像把这一切都当成了他的功偶 要不是嫁进我家 那群如狼似虎的东西 他哪里扛得住 无端想起我和许优在一起的第一年 我们第一次吵架 我气急离家出走 冲出门的时候 许优站在门边 红着眼眶 却也没有拦我的意思 我一个人在商场逛了逛 气也消了大半 思来想去 觉得或许是自己太过分了 橱窗里有件外套很好看 我想起许优说 想买一件这种款式的衣服 我买下外套 又买了两杯奶茶 回去找他求喝 刚打开门 他就用力抱住了我 他说他知道我一定会回来 他也会永远等我回来 可这次不一样了 离开的是他 而我也不愿再等他 我使劲地睁大眼睛 好像这样眼泪就不会涌出来 别他妈说什么 哪儿有泪不清谈 只是没有到伤心处罢了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回到家 爸妈正好都在 妈妈一看到我 便拉下脸 天成 你这孩子跑哪去了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许优找你都快找疯了 我勉强笑了笑 爸爸扯了一下妈妈的衣服 温生问我 天成 出了什么事 我说不出话来 妈妈把我牵拉到沙发上坐下 两人沉默地看着一言不发的我 脸上血满担忧 许优 他出轨了好半天 爸爸难以置信 许优他 一直以来都挺好的 怎么突然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妈妈立时就坐不住了 我倒要去找他问问 他到底想看什么 爸爸拽住了他 孩子的事 瞎掺和什么 我努力平复好呼吸 给他们讲了 撞破许优出轨事实的全部经过 以及我回来 又在家里见到游熊的事 这个畜生爸爸狠狠骂道 妈妈握住我的手 试探着问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我苦笑 离婚骂爸妈对失忆一眼后 妈妈犹豫再三 还是劝道 天成 离婚是大事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妈 他都出轨了 我还有什么可考虑的 我闭了闭眼 我听你说的 许优也没有变心 他可能就是图个新鲜 是个人就没有不图新鲜的 到了年纪 想通了 就又回归家庭了 不管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 你看你和许优已经结婚这么久了 过得也不错 出轨是错了 但是人哪有不犯错的时候 只要他能改 他的心还在你身上 就还有余地 毕竟你们一路走来也不容易 这些年 许优这孩子我们是看在眼里的 你失踪之后 他打电话哭着 求我们告诉他你的下落 或许他只是一时糊涂 你不为自己考虑 也得为公司考虑 一时糊涂就可以出轨吗 我冷冷一笑 越是听到这样的劝告 我越是坚定决心 我给过他机会了 爸妈是老一辈的人 总是觉得就算有天大的事情 也不该离婚 出轨吗 在这个圈子里太常见了 各玩各的就行 只是我不一样 我是因为爱他才会娶他 我愿意为了爱情 陪他一起吃苦 也能在不爱了以后彻底抽身 爸妈终究长叹一口气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先把身体治好吧 这是你告诉许优了吗 我摇摇头 没这个必要了 我在爸妈的陪同下 在医院做完手术 妈妈去走廊上打电话 我知道是打给许优的 我躺在病床上 轻轻摸了摸自己的腹部 真是一点也不痛 大概是麻药药效还没过 许优没多久就赶来了医院 妈妈把他拦在了门外 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 只知道许优在门口站了很久 他透过病房上的玻璃窗 看着我眼神悲哀 我不想见他 转过身去 也懒得思考他此刻是什么心情 许优每天都来医院 他送来各种补品 水果和鲜花 还有亲手做的饭菜 救命 我只是做了个几万块的小手术 又不是生死垂危 搞这么矫情做什么 都被我爸妈或强硬 或婉转的拒绝了 有次我听到妈妈劝他回去 你现在来有什么用 我们会照顾好天成的 离婚的事 等他身体好了再商量 他哽咽着 我只想和他说几句话 关紧的病房门 将他的声音隔断 我的心开始一阵阵顿腾 而我的神经 早已对这种痛感麻木 没过几天 我出院回家住下 但晚上总是失眠 我强迫自己不去想许优 不去想这件事 但偶尔想起从前 我还是会流泪 谈恋爱时 他对异性边界感很强 起初我们异地了一年多 他一有空就和我挂着视频电话 试试报备 和别人多聊了两句话 一定会截图给我看 有一次我故意调侃他 我们可这么远 你就算和别人做过些什么 我也不会知道 他在电话里快急哭了 买了当晚的机票 跨越一千多公里赶来见我 我们在夜晚的路灯下 紧紧相拥 他在我耳边一字一句 我想给你最充足的安全感 和最充沛的爱 一辈子都不用害怕失去 因为被爱而永远有底气 可是他骗了我 亲手粉碎了我对他的信任 将我置于这样难堪的境地中 窗外突然开始 稀稀利利利地飘起雨来 我起身去关窗 却看到楼下站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被雨交得有些狼狈 却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抬头往我的方向望了望 我躲开他的视线躺回床上 其实许优并非是一个很差的妻子 虽说早几年他没什么经济条件 但勤奋上进 我也愿意陪他一起奋斗 因此他总是觉得自己亏欠我良多 时刻找机会弥补 婚后 我不爱做饭 他只要有空 也会回家亲手做我爱吃的菜 他把我的家里人应付得很好 我一点也不需要操心剖析关系 他尊重我不想太早生小孩的想法 也不会对我的无所事事说些什么 我一直以为 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分开 我的婚姻完美无缺 可上天似乎存心朝梦我 回忆越是幸福 事实便越是如梗在喉 明明以前他是那样爱我 他承诺过 绝不会生出一丝异心 伤害我一分一毫 现在想来 无非是站稳了跟脚自觉高我一等罢了 我打开手机 许优的消息又弹了出来 我不接他的电话 他就总是隔三差五的给我发消息 他写了很多东西 天称 这些天你不在家 我很不习惯 你的东西都还在 可家里少了些人味 轰荡荡的 我们的照片怎么都找不到了 我有些害怕 你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 我久违的感觉到了愤怒 他凭什么在这里装出一副深情的样子 明明他刚把别的男人带进我们的家里 我不由自主地想 或许他从一开始就在骗我 他出过不止一次轨 或许他们就曾在我的那张床上做过些什么 这个念头让我急有兔 我绝望地发现 许优把我推入了无休止怀疑的深渊 无论是否原谅他这一次 我们都回不去了 我特意在许优平常上班的时间 回了趟住处收拾东西 打开门 许优却在 家里堆满了空酒瓶 许优躺在沙发上 听到开门的声音 满眼期待地望了过来 见到我后 他眼眶瞬间红了 天成 你回来了 我没有答话 找出行李箱 开始收拾我的东西 许优几次伸出手 想拦我 犹豫再三 还是放下了 他跟在我身后念叨 天成 我保证不会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 以后我的手机行车记录仪 支付记录 你都可以随便查 他这话说得有点好笑 我忍不住看了他一眼 你搞错了 许优 以后不是我千方百计 查你有没有出轨 是你要怎么千方百计 让我相信你 他一时愣住了 见我不愿搭理他 许优只好站在门边 沉默地看着我 把自己的东西一点点收进箱子 衣柜空了大半 梳妆台 床头柜也基本空了 卫生间里的情侣牙刷 我拿起来 想了想 又丢进垃圾桶 老公 你是不是 不回来了 泪水沿着他的脸颊滚了下来 我的心脏仿佛也被一只手转进 酸疼得几乎无法呼吸 你明知道 若是出轨了 我们就结束了 为什么明明知道 还要这样做呢 是我看上去好骗 还是因为赌信我不会离开 我竭力克制着 自己想朝他吼出来的欲望 他颓然的抓了抓头发 眼睁睁看着我把行李箱拖到门口 出门时 他抓住箱子的拉杆 坚持道 东西多 我送你回去吧 然后不由分说的拿上车钥匙出门 我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屋子 这是我们的婚房 我们一起挑的房子 一起设计装修 施工时 许佑的公司正赶上关键时刻 他抽不出时间 是我一趟趟的往返 焦头烂额的解决装修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硬装好后 房子里的所有软装 也是我亲手购买 一一不至的 后来许佑提出可以换更大更好的房子 但我一直舍不得搬走 我曾在这里亲眼看着他一点点变成如今的模样 也曾无数次幻想过未来的幸福生活 可是全都毁了 我锁上大门 仿佛将五年的回忆都锁在里面 一点也不敢触碰 在爸妈家住了一阵子 养好身体后 我约了兄弟李刚去喝酒 见到我后 他的第一句话便是 究竟出了什么事 许佑前段时间找你快找疯了 我也联系不上你 要不是你爸妈告诉我你没事 我都要报警了 我只能苦笑 他出轨了 李刚瞪大了眼睛 许佑也会出轨 你没搞错吧 完了我不再相信爱情了 他从我销售的两家确认了这个事实 于是挥挥手叫来试者 点了两杯高度数的鸡尾酒 随便喝 我请客 咱们今晚不醉不归一杯见底 我绷紧的神经总算感到片刻的舒缓 听到李刚问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摇了摇杯子里剩下的冰块 离婚呗 我总不能原谅他 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李刚认真说 你再考虑考虑吧 为什么明明是他错了 身边的人绝对要劝我考虑 我醉意萌萌的瞪了李刚一眼 表达我的不满 他说 你从许佑最落魄的时候就和他在一起 把他调教的那么好 他现在有钱有言有能力 就算离了你也有大把公司要他 他还不是想要快活 你真愿意让他这么爽 我又一杯鸡尾酒下肚 大喊一声 不愿意 对 李刚晃耀着和我碰杯 不要让他们好过 我们要狠狠报复回去 趁着这股醉劲 他说 不就是鸭吗 走 我们去会所 点上十个八个漂亮妞 我稀里糊涂地跟着李刚 来到了一家高级会所 他大手一挥 让经理叫十个妹子来为我们服务 经理看我们醉得不轻 有些为难 又不敢直接拒绝 只好陪笑说 我们是正经地方 真不能 这样 我叫几个女服务员来喝几杯 年轻漂亮的姑娘们 在我们身前站成一排 开始自我介绍 我本就头晕目眩 此刻更加眼花缭乱 李刚嘴里咕嚨着 要选个最漂亮的 眼睛却闭上了 没一会儿身旁就传来轻微的憨声 我打亮着眼前的十个女孩 想到了许优不得已的应酬 她第一次见刘雄 大概也是在这样的场合吧 我眯着眼睛 看到一个长得和许优年轻时 有三四分相似的女孩 便指着她 你 过来到我旁边 然后随手指了另外四人 你们两个 来给我按手 你们俩 来给我按腿 剩下那五个 进行才艺表演 唱歌跳舞 随你们便 这地方正不正经 我还能不知道吗 装傻呢 经理想委婉地劝阻我 先生 本店需要先结账 您看是不是人太多了 我从包里翻出一张信用卡丢给他 不满道 我有的是钱 经理接过信用卡 笑得合不拢嘴 我盯着那个长得像许优的小姑娘 眼前虫影层层叠叠 怎么也看不清 便叫她走近些 她一眼站到我身边 在近些她弯下腰 脸凑了过来 我摸了摸她的眉毛 又摸了摸她的眼睛 鼻子 嘴巴 她线长浓密的睫毛垂下 和鼻梁夹出一个漂亮的角度 像极了许优 你叫什么名字 我试神地问 我叫周玉 她低声嘎 我看着她的脸 恍惚中和二十岁出头的许优 重叠在一起 好像是在大四上学期的某个血液 我们并肩散步 脚底的血被踩得嘎吱作响 我问她 别人都是毕业级分手 哪有我们这样毕业前夕在一起的 她停下脚步 然后伸手扯了扯我的帽子 盖住我冻红的耳朵 那时她眼睛里的爱意 硬着飘飞的血 别怕 我们永远也不会分开 为什么骗我 我喃喃问 什么 周玉没听明白 为什么要出轨 一只手把她一把推开 我迷惑地看着眼前的人 不太明白 为什么会有两个许优 许优二号沉着脸 眼睛里是狂风咒语 王天成 你长胆了是吗 点十个女的是要报复我吗 还刷我的信用卡 啊 过量的酒精 使我的反射弧变得漫长 她额头上爆出血管 鸟牙切齿 然后无可奈何 怎么喝这么多酒呢 天成 我带你回家好不好 她不由分说地叫人 把我带下楼塞到车里 又给李刚家人打电话 接她回去 我没有反抗 接着酒精 把她当成二十岁的许优 开始笑呵呵地说一些胡话 你爱我妈许优 她柔声答 爱 你最爱谁呢 许优 她仍然答 王天成 谁最爱王天成 她无奈地笑着 许优重复地问答 进行了一路 许优把我扶上楼 放倒在床上 我瞪大眼睛看着她 然后问 为什么许优要出轨呢 许优坐在床边 握着我的手 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我强撑着最后一点理智 听见她说 对不起天成 我不想这样的 只是这两年 我的工作越来越忙 也越来越好 我时常感觉 其实我并不需要你 也能生活得很好 你好像总是给予的那个人 从我们刚在一起开始就是 我总有种无力感 仿佛这一辈子 都无法补偿你 刘兄什么都没有 总是拐弯抹角的 想从我这儿逃要点什么 给她一些好处的时候 她很开心 我就很有成就感 很满足 仿佛自己无所不能 我一时沉迷于这种感觉之中 但我发誓 我对她没其实什么想法 我始终爱你天成 我可以等你愿意原谅 我的那天泪水从眼角滑落 我闭上眼 放任自己沉入黑暗之中 第二天醒来 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 和许优的家中 床上并没有许优睡过的痕迹 我依稀记得 她昨晚好像去了客房 我坐起身 太阳穴一阵阵跳动 走出房门 餐桌上已经摆满了 我平常爱吃的早餐 许优从厨房出来 解开围裙 她小心翼翼 带点讨好的说 吃点东西吧 你容易低血糖 我摇摇头 迅速收拾了一下 拿起外套就离开了 没去管许优眼里的失落 走之前 我对她说 我们好聚好散 你记得找律师 重新你一份离婚协议 或许是昨晚许优的话 解开了我的一点心结 也或许是发现了太多情绪 今天我感觉轻松不少 就又出去溜达了 三年前 我投资了朋友的游戏公司 如今 产品上线后受到一支好评 玩家越活上亿 流水暴涨 朋友把我当作贵人 时不时拉我去她公司做作 听说我家一滴鸡毛的事情 为了开解我 给我找了个班上 恰逢新人进来 助理一一给我介绍 这是周玉面前 乖巧的女孩 冲我腼腆一笑 想起了昨晚的荒唐事 仿佛五雷轰顶 那家会所居然是个正经会所 我不自然地扯了扯嘴角 和她打了个招呼 下午在办公室 周玉拿着策划方案来找我签字 气氛有些尴尬 我不知该不该装作不认识她 她却大大方方 我需要钱 所以晚上会在那兼职 陪客人喝酒聊天什么的 见我神色怪异 她笑着举手发誓 我是正经人 不陪睡的那种周玉 开始有意无意地在我身边晃悠 我不是情窦初开的小男生 自然明白她的目的 青春美好的年轻异性 对你频频示好 仿佛能证明你年华未老 魅力尤在 我似乎理解了一点许优的心理 或许是出于报复心 我默许了周玉的接近 有一天加完班 我请部门的所有同事吃饭 席间有些凶嫩 我避开人群到走廊透气 周玉也跟了过来 她和我站得很近 有意无意 她的衣袖擦过我手臂的肌肤 我的心跳得有些快 王哥这两天气色好了很多 她笑得阳光干净 那天晚上你看上去真的很伤心 妻子出轨了 没办法我坦然道 让我很想为你做点什么 这话听起来有几分暧昧 我看着她和许优三四分笑似的脸 发现她的耳裤染上了一些红蕴 她靠得越来越近 那一瞬间 我脑中闪过许优和刘雄缠绕在一起的画面 于是我放纵她靠在我的怀里 有人在旁边停住了脚步 她冷笑一声 王天成 你都有心慌了 为什么还不和许优离婚 竟然遇到了熟人 二十岁出头的小男生总是这么盛气凌人 我镇定地松开周玉 对刘雄笑笑 不如你去催催她 许优很快便知道了这件事情 第二天晚上她来公司门口接我下班 我正与周玉说笑着走出写字楼的大门 许优迎上来拦住了我 她看到周玉的脸 想起什么 表情难看 我有几句话想和你说 如果是和离婚无关的事 我不想听我推开她挡在身前的手 周玉跟在我身后 冲她笑了笑 带着点挑衅的意味 关于离婚财产分割 我想和你聊聊许优盯着周玉 语气有些烦躁 我想了想 让周玉先回去 她乖巧地点点头 末了又暧昧地叮嘱 回去了记得告诉我许优握紧了拳头 眼睛里几乎冒出火来 周玉的背影彻底从视线里消失后 她拽着我的手 把我拉到墙边 你非要用这种方式报复我吗 天成 我们还没离婚 你也知道我们没有离婚 我嘲讽地看着她 她动了动嘴唇 说不出话来 拜上 她颓然道 对不起天成 如果离婚能让你好受一点的话 我同意她抬起眼睛 细极地看着我 我只求你 能不能不要和这种人在一起 她未必是真心的 她只是看上了你的人脉和资源 想要靠你往上爬而已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得弯下腰 有些接不上气 许优 你也不是不明白过了两天 我刚结束一个会议 公司前台找我说 楼下有个男人想见我 是刘雄 我请她喝了杯咖啡 她单刀直路 王哥 许优扇掉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 她让我赶紧滚蛋 我扬起眉毛 哦 是吗 她恶毒地笑起来 你一定很得意是吗 可惜我就算走了 你们也回不去了 许优出轨第一次 难道就不会有第二次 我轻描淡写地 端起她的那杯咖啡 泼在了她的脸上 刘雄 你只是一个 被汽入壁里的垃圾罢了 咖啡也把她脸上精致的妆容 泡得一片狼藉 活该 大男人化什么妆 娘们兮兮的 刘雄脸色有些苍白 却没有失态 让我滚可以 但要再给我一笔钱 对你们来说也不多 就一百万我好奇地看着她 凭什么呢 她嘴角扬起自信的笑容 否则我就把许优出轨离婚的事 闹到网上 肯定会对公司的股价有影响吧 也会对你的工作造成一些困扰 我端起自己的那杯咖啡喝了一口 苦味在味蕾上弥散开 刘雄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太年轻 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我笑了笑 你猜我和许优有没有找到你的老家 查出不要你的爸爸和生病的妈妈 都姓甚明谁 哦 你还有两个弟弟 你猜我们有没有找到你的学校班级 和你正在交往的女朋友 你猜猜 刘言蜚语最后究竟会伤害谁 刘雄的脸色煞事白了几分 我打开手机 把她刚刚说的话又播放了一遍 抛开这些不谈 你敢收这笔钱吗 我可以告你勒索诽谤 一百万 你再猜猜行期是多久 刘雄脸上血色尽湿 我起身结账 临走时 我贴心地告诫将助的她 二十岁的年纪 我劝你好好读书 不要笑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请周玉单独吃饭 是为了劝她 我看你的简历很优秀 进公司就好好干 不要想着走接近她点点头 熟练的切好牛排递给我 笑得露出两颗虎牙 王哥真的不考虑我吗 我年轻身体好 也会照顾人 不一定会比你的老婆 哦不 前妻差我不吃她这一套 遗憾的耸耸间 等我离婚了 再考虑考虑吧 吃完饭 我约了许优去明镇局办离婚 这是第四次离婚 她又迟到了 我很无奈 你在这样 我只能起诉离婚了 许优哀求道 天成 可是离婚了 你就会原谅我吗 这次 我想了许久 把我们这七年的点点滴滴 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然后我摇摇头 我确认 至少暂时 我无法原谅她出轨这件事 也无法重建对她的信任 可是我还爱你 她认真的说 我的心抽筒了一瞬 表情仍然为是冷漠 你这样说只会让我觉得不是 许优 你出轨了 在我眼里 这是欺骗 是背叛 是对我爱情的嘲弄 许优脸上的神情彻底僵住了 转而挥败一片 她喃喃说 天成 对不起 我没想到 三十多的女人装可怜 居然也是一把好手 她垂下眼睛 我会用以后所有的时间补偿你的 能不能告诉我 要怎样才可原谅我 什么时候才可原谅我 我摇摇头 其实我们都明白 或许某一天我会解开心结 会觉得她也还是个搭伙过日子的不错人选 但我永远也无法如从前般爱她 全文完